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朋好友之间经常会赠送保健品作为礼品 其中就包括辅苗Q10 但是很多人并不清楚辅苗Q10是干什么用的 哪些人最需要服用辅苗Q10保健品,哪些人并不需要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辅苗Q10营养保健品的话题 其实辅苗Q10一点都不神秘 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中都有大量的辅苗Q10 特别在心脏、肝脏、肾脏 它是细胞中参与有氧呼吸的一种辅助成分 越是在能量消耗大的地方,它的含量也就越多 是维持心脏跳动、内脏功能运转必不可少的 它是身体自然产生的,也可以通过食物来补充 辅苗Q10是一种药品 用在心脏疾病、能量代谢方面做辅助治疗 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对心脏的健康至关重要 因为心脏是能源消耗的大户 充足的辅苗Q10能让细胞产生更多的能量 让心脏跳动得更有力 它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剂 能够保护细胞免受自由积分子的侵害 除了这两点之外 它并没有其他的神乎其神的作用 有人把它说成神药 实际上这只是商家的夸大而已 除了原发性辅苗Q10缺乏症之外 绝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 并不需要特意补充辅苗Q10 平时坚持均衡饮食的人 通过食物就可以获得各种营养素 包括大部分维生素和矿物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产生辅苗Q10会减少 这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过程 通过改善食物可以来补充 但是有些人有特定的健康状况 比如有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高胆污醇 糖尿病 免疫缺陷 可以尝试适当增加 辅苗Q10的摄入 常年吃素食的人也需要增加 辅苗Q10的摄入 因为素食中辅苗Q10的含量普遍比较低 富含辅苗Q10的食物主要有各种鱼类 比如沙丁鱼 三文鱼 牛肉 羊肉 动物内脏 这些食物 辅苗Q10的含量都比较高 蔬菜水果普遍含量低 当然辅苗Q10营养保健品也是一种选择 但是不要补充过量 很多人每天要吃很多种保健品 摄入了大量的明胶和其他填充料成分 给身体增加了过多的负担 营养保健品并不是吃得越多越好 而是在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越少越好 想知道身体是不是缺乏富梅Q10 最准确的方法就是做一下富梅Q10含量检测 就知道身体是不是缺乏这种成分 要不要专门补充了 服用过量的富梅Q10会引起副作用 包括头痛、恶心、腹泻和皮疹 好了 哪些人最需要富梅Q10就介绍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提醒通知 这样就不会错过新视频了 有可能某个新话题正是你所关心的 谢谢收看 下次见 感谢观看 身体 cal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